月经不调怎么办 如文医生特要专家刘艳巧 新闻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人医师 女性有月经不调的时候应该及时的争执 特别是我们青春期 青春期就是说 如果说该到青春期了 该月经该来潮了 但是仍然没来潮 我们现在目前的标准就是说 以前是14岁 那么现在都提前了12岁 如果女孩子不来月经就应该早真治 就是说不管你是出巢迟的 还有出巢以后紊乱异常的 刚才前面说的紊乱的 都应该早真治 主要就是要早新原因 开始什么原因明确病情 就是说有些早真治就可以预防我们疾病的加重 主要是预防 就是说我们有些疾病能够早去治疗的 你耽误司机了 所以早真治 如果可以治疗的 即是治疗 就是要预防这些月经病 对我们女性的影响 还有不孕不育 这就是说一定要早真断早治疗 也就是要预防 优优独播剧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